來囉 同學來了 許個櫻花妹老婆 是台灣男人的夢想 相約不可 台灣男生說 一次就好 拜託啦 一次就好 去錄影的時候 該不會上棚都是他搭的吧 對啊 早上起來是我搭啦 晚上 對… 對… 早上還可以這樣 櫻花妹吵架回娘家 台日夫妻鬥心機 吵架什麼 台灣女孩才可以回娘家 他們在台灣唯一的家人 就是我們而已 但我也可以訂機票 為什麼 所以我要回日本 她把我的護照藏在那個 好險惠霖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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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跟櫻花妹在一起 什麼 因為我還不夠 蛤 其實櫻花妹真的海不賴 同學來了 不好意思 我那個老婆就是櫻花妹 對啦 嗨 好 這個 不好意思 因為都是第一次來上節目 很多 對… 我要稍微引導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他們今天 幾位男士的太太都是 日本太太 歡迎你們 講到櫻花妹 這好像台灣男生是 特別有感覺 好像是喔 對不對 你身邊的男生朋友是不是 哇 你跟日本女生在一起喔這樣是不是 應該就是你吧 不… 你不能這麼說 因為每次就是有什麼日本人 就會喔 這樣子啊 真的 以前納豆真的交過日本女朋友 哇 她真的開心 妳是不是很羨慕 跟我分享了日本女生的優點 所以我就覺得 有些日本女生 也會很尊重男生的時間 比如說你在工作 她就可能不會吵你 對不對 這個風田可以講 台灣的情侶比較黏 對 日本女生比較冷一點 對 對 她不像台灣的會太熱情 那你有跟沒有一樣啊 蛤 你有了跟沒有不是一樣嗎 沒有 要有自己的時間 冷得剛好 她需要自己的空間 對 基本上我們不需要跟安心來解釋 因為她並沒有希望被我們說服 像你這種就是叫酸葡萄 台灣女生代表今天變酸葡萄 酸葡萄 對不對 今天那就是邀請到四對的就是 台日夫妻 夫妻 對啊 都是日本的太太 然後台灣的老公 歡迎他們 接著今天我們歡迎三位這個 我覺得今天帶頭的這一位 真的很重要 小鐘哥 小鐘哥 對不對 很想娶日本老婆 對 我很想娶日本老婆 我一直拜託風田帶我去日本找 對 但風田有好料都不理我們 不是 因為太多人了 太多人 太多人在排隊 威廉 憲哥 一堆人 大家都在排隊 都要找她 都要報名 對啊 而且我們喜歡 我家的熱水其實都是櫻花牌而已 好愛喔 好愛 櫻花 櫻花 對啊 按摩也只去櫻花 我家櫻花 對 我家的院子裡面 還真的種了一支櫻花 櫻花 所有的花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櫻花 而且櫻花記的時候好漂亮 你都會去看 我都會去看櫻花 對 真的 你希望旁邊有個真正的日本老婆 這樣子 真正的日本老婆 對不對 那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對日本的女孩有一種幻想 應該就是青少年的時候吧 對 我們青少年的時候 我們那個年紀 我那個年紀青少年的時候 最流行那種日本雜誌 雜誌 不是小本的 小本 小本 小本的 是上課所會傳 是大本 不是小本的 那時候很流行那種流行雜誌 那時候有一個叫什麼Vivi 農農 農農 那些雜誌 我那時候甚至看片子的時候 我還是看泛島愛的 喔 泛島愛你們應該知道了 泛島愛 是不是很早了 很早 泛島愛真的很早 那時候就 那我看的這個日本偶像就是 日本東京愛情故事 是 還有那個 101次求婚 聽的歌是 恰克與飛鳥的 對 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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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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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太高 不用應唱 還有那個米西亞的 有每一切 對 有每一切 你看老師都不會彈 對 對 那時候幻想這些 那時候就真的很幻想 能夠去日本一趟 直到一直都有機會去日本的時候 我還發覺真的很喜歡日本女生 像這種男生真的很多很多 但是他們的共同點就是 只會講一講而已 講一講 不會真的付出 沒有實際的行動 對 比如說欸 好想娶個日本老婆啊 可不可以教我一些日文啊 那你要學什麼 可不可以教我一些 我的基基很大啊 怎麼講 那種很爛的日文 他們根本就是沒有真的要追的意思 但是 今天這幾位是真的有付出自己的心力 然後就追到 日本的女孩最初老婆 對不對 跟你們不一樣啊 好強喔 沒有 聽聽看看人家付出了什麼嘛 是不是 你們娶了一個日本的老婆 很多人真的都非常羨慕嗎 我們先問一下這個 台灣老公喬 一個單名一個字 來 喬 是嗎 我先說一下 我出去的時候啊 像跟高中同學啊跟朋友出去 他們都帶著熱臉光看著我 說真的很羨慕這樣 但是因為他羨慕我 有時候我們出去玩去那個露營好了 我去露營的時候 那個準備東西我是 不喜歡露營 對 不喜歡露營 因為不想要動手 不想要做菜啊幹嘛 不不 是桌子 椅子 床啊 重篷準備我也沒有拿過 通通全部我準備 都是日本老婆準備 對 就煮菜啊 太醜了吧 是不是 太鹹味了吧 那你吃東西 你也不用自己動手嗎 我自己該做的事情我會做 因為我不太喜歡露營 再來就是 我有時候晚上要喝比較晚 隔天要露營 他是他開車載我到露營 有可能在台東 他也是開五個小時的 哇 台東太好了 是不是很棒 開車五個小時 太羨慕了吧 是不是我很清楚 賺到了 這個我是不知道 是台灣跟日本的差別 還是他本人的擴心就很好 該不會帳篷都是他搭的吧 有時候早上起來 早上起來是我搭 晚上 他早上都搭帳篷 對 小帳篷 還可以這樣自由自在的開黃腔 哇 我不會不會生氣 哇 你太好了吧 這老婆真是真的 但是他娶對老婆好不好 對啊 是娶對老婆 問其他男士 Jerry哥 Jerry哥 我娶到 但是 但是 有更驕傲的就是我媽 我媽現在跟她朋友介紹我的時候 都是說 這就是娶到日本老婆的兒子 就開始講日本老婆多好多好 都忘記介紹我的名字 所以你看都是很驕傲的 很開心的對不對 我覺得 驕傲已經不足以形容了 因為我算是財經 我算是財經美女圈的 我那個圈子的這個神拜 大部分都大我10歲20歲以上 所以基本上我上節目的時候 他們是不太理我 可是自從我娶了修口之後 他們都說 阿格力我覺得你算是台灣之光 你刮目相看了吧 然後我本身還有經營這個 YouTube的頻道 那就會有很多網友 以前還沒有娶日本老婆之前 沒有那麼多問題 現在很多問題 但都不是在問我投資理財的事 就在問說 怎麼樣才能追到日本女生 可不可以開個線上課程 出一本日本書 日本女生的書 攻略 攻略 我今天跟小鐘哥分享 好不好 跟阿葡 阿葡 阿葡你這真的有看你頻道 我也有看你頻道 每次看你有見 真的 頻道 沒有 我有看他頻道 他有介紹一些3C最新的 介紹日本 介紹豪宅 9man啊 他9man 小鐘哥你真的會 他不是9man 他不是9man 亂講 三個 第三個字寫在那邊 他長得好像喔 很多人說吧 亂講 好 但是我們還好奇說 你們喜歡台灣男生哪一點嘛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了解一下 女生我們要學起來 來 大舊寶 我覺得台灣男生很棒的地方是 這件事情 像我老公的話呢 除了就是平常有空 陪自己的爸爸媽媽以外 今年8月的時候 我隔了3年 終於回到日本 南家的時候 他也陪我一起去一個月 一個月 對 然後那時候還住在家裡嘛 那每天陪爸爸媽媽喝酒 然後就是 帶爸爸媽媽出去玩什麼的 他們兩個非常非常開心 那這一點的話 可能日本男生就比較做不到 這一個怎麼瘦得了 這一個怎麼瘦得了 整整一個月 要穿住陌生人耶 就算 比如說我們在一起 他是家人吧 是家人耶 是他的爸爸 不是我的爸爸 他就是你岳父啊 岳父啦 岳父 可是在日本的朋友 他很陌生啊 是陌生的 一年可能一兩年 才見到一次那種 不熟的還要相處一個月 欸 不行喔 日本男生是這樣講的 對日本的男生來講 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 真的喔 對不對 對 而且那個傳統的 日本家庭的觀念來講 很多人覺得 家事是應該女生做的事情 所以 就算現在日本男生做教室 也是好像幫忙的態度 但是台灣男生的話 好像就是主動 就是 家事應該是兩個人一起做的事情 我覺得很棒 所以一些觀念上的問題 價值觀也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有準備你們婚禮的影片 聽說只有在這個台灣辦婚禮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 山上最大 見識有的 9uman 一旦 不要 早 快 快 不 不 不 好像不太有 普通的父親也很像 但是父親也很感動 快送給他 和服姿 像是落語家 超多的 很像 我认识你做的 我认识你做的 你还要做得好 太好了 很难以来 但我认识你来的 我认识你感觉很难 所以我认识我认识你 在台湾上做的 我认识你做的 我认识你来的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哇 好讚喔 而且我以前我有日本的朋友 聽說他們日本的 他們結婚他們的紅包是包非常大包的 很大包 都是對不對 好幾萬起跳對不對 幾乎都是對不對 對 日本婚禮的時候比較大方 可是我們要負擔他們的交通費 因為很多日本的親友是坐飛機來的 所以要負擔交通費就對了 還有飯店 還有飯店 哇 那這一拐應該是沒賺 很花錢 沒有賺到 對啊 還賠錢 好 但是這個剛剛是在台灣辦的婚禮 喬 你們是在日本辦的婚禮 你有帶一些照片來對不對 看一下 哇 這也是傳統的那種 在日本辦婚禮我覺得很不一樣 因為我常常在台灣參加婚禮 去日本的時候我覺得婚禮不錯 是因為這兩個人 這主位 C位永遠都是新郎跟新娘 是 主角的感覺 這個是在日本辦婚禮我想說 一定要參加那種神社的 日式的 一定要感受看看 這個就是一開始進場的時候 一樣是新娘新娘在前面 後面是我弟 我爸我媽跟 哈娜的爸爸媽媽這樣 再來就是進到神社裡面 哇 那個很特別 好美 這是傳統的 這個進到神社之後 但是一大堆禮 我都完全都不知道幹嘛 我只知道他跟我說 等一下我們會 搖那個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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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灑那個水 她說什麼 我做什麼這樣 所以新娘是套一個白色的那個 就是白色是會攔顏色的 白色嘛 所以 對 我可以被染那個顏色的感覺 就是這個顏色 白色 妳是什麼顏色我就給妳弄髒了 不是 是嫁心絕心 嫁狗水狗的意思 純淨的象徵 嫁給我們很快就會被染成黃色 嫁給妳 會變什麼 泛黃是不是 泛黃了 泛黃色 也會變 不錯啊 但是我們要問問看這個磷 就是台灣男人好處有沒有什麼 環家傑妳覺得 哪個地方妳覺得不錯 年梯梯 對 就是阿格力的話 她是每天早上出門工作都會 報備 主動的報備 就是早上出門到晚上回來 都會說我要出門 我出門了 然後我到哪裡哪裡了 午休我在吃飯 都會拍照發給我 回來的時候都會 那個地圖截圖給我說 幾點後會到家什麼的 不會報備 可是這個 這邊不是每一個台灣男生都會做 熊熊也遇過很多台灣男生 有這種對押 還是都報都報假的 還是什麼 還是只報妳 我跟你說 台灣男生不會到報備到這麼誇張 而且很多報備都是假的 但是我之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他也是這樣報備 就會讓我們覺得很安心 就比較不會吵架 對 真的 很有安全感 不然他每天都抱著妳吧 報備 報備 這個做得比較多 而且 我那個懷孕的時候去產檢嘛 她每次都有來 都有陪我來 對 因為很多日本男生 就是生產的時候都 有的都不想進那個產房 會看血會怕之類的 看到血會怕 對 這個台灣男生倒是 我們一定是赴湯蹈火 一定會看 雖然說不敢 還錄影 幫我一樣剪著手什麼的 不敢看還是會硬著頭皮看 一定會 我還是會硬著看 還好不是看著硬 太認太了吧 一聽就知道你們兩個人 沒有進去看過 才會開這種玩笑 很多人很怕看了回不去是真的 我不敢 妳不敢不敢進去 妳是本男生臉這樣子可以嗎 她一直掙扎 妳覺得妳幫不上忙 對啊 幫她加油 她握著她的手給她力量 妳給她安心感很重要 她要安心生產 安心感很重要 她要專心生 妳要陪著她 像妳有沒有看 妳看Ella生小孩的時候 她老公就是陪著在旁邊 對啊 她已經痛到不行了 就是抓著老公的手這樣 猜出來了 為什麼被妳形容得有點 不是那麼感人 不是套到自己一個 就是不是套到自己一個力量 是她先生一起跟她 齊力把小孩的手 還有這種水中生產 是妳環抱著老婆… 在妳前面生這樣 對啊 這樣也不行嗎 對 抱在水裡面… 泡在水裡面 很感人 不行嗎 也不行嗎 我又怕血又怕這個 怕水 很恐怖的畫面 所以你看這台灣男生 的確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這個OK 日本男生真的不行 優點 好嗎 好 所以台灣男人年TT的部分 應該Rio也是這樣的人嗎 請問一下艾可 像我老公也是超級年 像那個去剪頭髮 藍頭髮 還有做個指甲他也會 他也會跟 妳們這幾位男生 不是只是單純怕妳們日本老婆 跑了而已嗎 我覺得有 就是有意味這個味道 我看 很怕被搶走的感覺 像我老公的話就是 我跟朋友去聚餐啊 吃飯的時候 一定要接送 他不讓我一個人出門 他就說台灣的交通很危險 一定要接送 像那個跟朋友約會的時候 我還在聊聊天吃飯的時候 他就一直打過來說 大概幾點要去接妳 LINE也是 大概幾點妳知道了嗎 打梅 感覺沒有安全感 對啦 Rio妳是 妳等一下是撿到飽 妳很怕掉還是什麼 真的是梅子 我已經跟他說了 已經10年了 都說不用 我不用接送他 他就是聽不下去 這樣不行 Rio解釋一下 就是妳真的很疼老婆是不是 因為他其實有點那種 就是過馬路啊 車子也不會看啊 像日本交通比較好 就是 妳是真的擔心他 真的是擔心 不然他就 有時候喜歡走路走很遠 他可能想要自己的一個空間 他走遠他可能是在 他不單是散步 他在 散 散 他在散躲 對 因為我跟你講 夫妻在一起 有時候真的有適時的 給對方一個空間 他們婚姻才會比較 你可能是真的 他也知道你很愛他 但是你就讓他稍微放鬆一下 對 但話你就是盡量參考 因為你假如真的那樣做的話 很可能你下次 Iko在散步的時候 就小鐘哥跟在旁邊 我會跟著旁邊 這也會 我喜歡散步 你也喜歡散步啊 我陪你散步 對 還可以有陪 我才會怕 這樣子 好 來 這個 HANA的部分 她要講 喬曾經對妳做過什麼事情 我剛認識 在澳洲 剛認識 沒多久的時候 就遇到我的上日 當天是我跟她一起去約會 回到家 然後 茶庫就她準備500個蠟燭 驚喜給我 500個 是正常的蠟燭 對 正常的 還排妳的那裡 等一下妳現在點起來很累 對 然後HANA 幸福生日 對 就是交朋友一起 大家都是很感人 對 很多人一起這樣子 好浪漫喔 對 所以我就很嚇到 想說 我們夾完大概一個月 然後 對 就有點嚇到 有點嚇到嗎 但是因為日本男生 不會這麼地浪漫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這麼用心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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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心喔 感人 有用心啦 真的有用心 對 滿用心幫我準備這樣子 太浪漫了 我覺得這些台灣的男生 真的都很厲害 我們真是想要請教他們 到底是怎麼樣 而且他們的這個日本老婆 每個都很漂亮 到底是用什麼方式 可以追到他們 可不可以叫一下我跟阿虎 對 屁股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式 比較快 重點 對啊 你看年紀也一大把了 趕快啊 我們就交個日本妹 比較不知道我們的過去 網路搜尋應該搜尋不到 來 Jerry哥 你說食物誘惑 因為那時候是一群日本朋友 來台灣玩 剛好那個劇唱我就過去 第一次看到Mariko就 就 還蠻漂亮 很正這樣子 對 就喜歡上了 不是 那時候聊天 那時候還沒有多想 那時候大家聊天聊到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們住日本的時候 在日本很難吃到新鮮的荔枝 日本都冷凍的 對 我聽到他們聊這個我就 想說推廣台灣 我就馬上衝出去 買了一大串的新鮮荔枝 他們就吃得很開心 直接在聊天的過程中 聊到荔枝 他馬上跑出去回來 帶了一大堆荔枝給我吃 他可能那時候就對我留下印象 我就想說 我的人生就會因為這一串 100塊的荔枝改變了這樣 後來就有聯繫 他說他想要調理身體 就叫我介紹綜藝師 後來我們就變成 每個禮拜一起去看綜藝 綜藝師就建議他說 多吃櫻桃補血 對 我就每個禮拜 都去Costco買櫻桃給他吃 暖男 後來他知道 因為他真的很喜歡吃櫻桃 他想說他是不是跟綜藝師 是那個調好的 綜藝商 對 好險不是什麼水蜜桃 還是什麼澀香葡萄 不然我就破產了 沒有啦 因為櫻桃也不便宜 對啊 不便宜 要進口 這樣一直買一直買對不對 所以這樣應該是有打動到 有打動到 對 而且是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真的是對朋友 所有的朋友都很好 所以印象蠻深刻的 所以看日本女生很吃貼心這一套 對 投其所好 我覺得這很重要 台灣女生也會吃貼心這一套 妳想要吃什麼 台灣女生嗎 沒有 台灣女生是 台灣女生就是把男生的貼心 以為就是理所當然 對 對 沒有 理所當然 台灣女生的毛病 台灣女生有毛病 妳主持人比三日都說很多 講得很好 他們就是以為男生的都是理所當然 不懂的互相 不懂的真心 真的喔 你們遇到的是另外 我們遇到的是不好的 這幾個都深受其害了 心有栖心的 但是你們眼光不好啊 沒有這樣好的啊 自己遇到不好的 那個怪我們 沒有啦 就是有些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付出的心力 我們只要 譬如說給一兩句讚美就好了 還是有一點點回饋 啊 我們男生真的會 會啊 我們會回饋啊 不然就我們很獨立 都還有欸 養男人這種東西 台灣女生會 熊熊妳是特異 沒有 妳不要當養我吧 我們只需要一個讚美 熊熊真的會養男人喔 這就過頭了 對 他說欸不不 我要回家了 我的男友還沒吃飼料 遊戲不是這樣玩的啦 是這樣子的 台灣女生也很照顧男朋友啊 對啊 真的 你們教的那個是例外 誰叫你們自己一定是喜歡那種 就是可能 比較 傲嬌的 對 公主病的 比較認性 因為男生就會覺得說好難追 然後覺得好興奮追到 追到他 對 追到了以後被虐待久了 又開始抱怨了 對 你們就是犯賤 哇 承認什麼啊 又有道理了是不是 再來我們再跟他男生學習一下 對不對 好 focus在這上面 來 阿格莉 我今天準備了三種 阿格莉啦 他很專業 我本身長期在教學那個投資 所以要有這個邏輯嘛 好 我們一步一步來好不好 第一 就是這個拉近距離 你要先認識日本女生嘛 你如果沒有機會認識到日本女生 怎麼交往對不對 所以呢 當初我是因為家教 認識我老婆 他是我的家教老師啦 他是你的家教老師 哇塞 你就是學生跟老師欸 Oh my God 這就是傳說中的老師變老公了 對 老師變老婆 老師變老婆喔 所以他到你家的時候 你真的是叫他神社這樣嗎 對啦 我們約外面啦 對 但是就叫先生 你叫他先生他就覺得你很可愛這樣子 哇 這真的 趕快去約日文家教 家教 家教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如果沒有學到 至少也有看到對不對 是 最後我是 好 好啊 可是你認識之後 你也不能每天都私訊他 問他這個日文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會 這很重要 因為我知道我老婆 小狗她很喜歡算命 那當時候呢 我就跟他說我有學這個紫薇斗數 真的有學嗎 有有 自學 要一下命盤 這個好處是說 你們可以在討論命盤的過程 確認他 我說你是不是對感情蠻專業的人 我看你的夫妻功 他說對 那你如果平常沒有算命這個理由 你問對方這些奇奇怪怪的事 其實對方也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 戒指拉近距離 像我就跟他說 我的財富功有貪狼心喔 很愛賺錢 很努力喔 對 暗示 對 暗示 讓自己的優點暴露 對 沒錯 好 那拉近距離之後第二點 我覺得就是進一步要怎麼樣 塑造形象 因為我本身工作蠻忙的 我有時候週末去台中教課 我就會PO在我的社交平台 跟他說現在人在台中 以前工作是不會PO的 是認識之後才開始PO好不好 平日的晚上 例如說我到這個 某些大專院校教課 那他 有一次就成功的調道了 他就視訊我那個故事就說 哇 你真的好忙喔 晚上也要這個 工作 那我就跟他說沒辦法 為了生活就是要這樣 帥 對 然後女生 大專院 真的對他會有崇拜的感覺 對 會覺得很厲害 認真 有肩膀的男人 哇 太厲害了這個 最關鍵的就是最後一步了 最後一步就是適當的要表態 差不多了 要出手了 那時候我就有一個理由 我就跟這個修口說 我最近買的那一棟房子啊 快要交屋了這樣 你這句話太厲害了 這句話裡面有 我有房子了 有錢 有房的感覺 又是一個這個大家的春節 所以我老師來自聽在門口 意思是一樣的 對啊 你說什麼 我愛你一輩子 我願意為你不當打火 你倒不如說 這句話力量更大 真的太大了 太厲害了 阿格力太強了 我畢竟兩個人交往 或者是論結婚這樣 你還是要有一點經濟上安全感 那這個房子我就會借結婚他說 你覺得我這個房子 格局怎麼樣比較好 那我還有第二間房間 你覺得你化妝座要放在哪裡 哇 糟蹋 糟蹋 太強了啦 阿格力 哇 你太強了 阿格力 先交屋再交往 所以呢 最後就可以交 最後就 交 對 就交往 然後 就是其實我也沒有告白 我覺得就是順其自然這樣 就在一起 對 厲害 厲害 這三部級要寫起來 這太厲害了 寫起來 剛剛講在講什麼 三部級要寫起來 這樣看起來 小鐘哥你認為 你認為SHOKO 她是真的愛阿格力嗎 我覺得你這個SHOKO 整個感覺跟氣質的話 應該是為了錢 沒有 沒有 喂 沒有 這些只是加分 對 加分 加分的點 最大就是讓我決定 嫁給阿格力的原因就是 我從小就比較叛逆 然後跟父母比較不聯繫 然後她的話就是 我們結婚之前就主動的 跟我要我父母的聯繫方式 然後每天都會跟我媽媽 發一些我日常的照片發給她 妳很厲害 妳先把鬆海她的家人 對 媽媽找不到女兒嘛 會擔心 那沒關係 我幫她處理這件事 對 我媽媽都會發那個 自拍的照片發給她那種 他們兩個都很 關係很好 關係很好 對 對 勤賊先勤王這個方式就對了 對 她的家人都喜歡她的話 那她一定會喜歡她的 真的 家人會幫忙 吵架的時候 妳家人還會幫 還會站到阿克力的 沒有 阿克力在那邊 所以我女兒就是任性 對 妳要體諒她 要體諒她啦 她都交屋了 妳有沒有 修口有不這樣 有 有 今天都有這樣 製造好 來 接下來喬爺來分享一下 靠魅力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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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是跟小鐘哥一樣 都是靠魅力的 魔術對不對 是魔術 對 魔術 是魔術 對 這個是我分享一下 我那時候跟她認識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在澳洲 工作室的時候 那時候我做交友 有那個交友朋友我就去找她 他們就跟我說 隔壁有一個日本女生 超正 我就拉著我朋友說 我們去隔壁看一下 就過去看 OK 這不錯... 出來一下這樣 你到底在講什麼 什麼意思啊 我剛剛說我遇到宗潔人 宗潔人在現場是不是 我剛剛我下一趴就是 吳宗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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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我看到 看到HANA之後 她就出來跟我聊天 我朋友就說她認識很多人 那時候HANA要 要離開那個鎮商要離開 所以她要賣車 我朋友就跟HANA說 她認識很多人 電話給她 電話給她 她可以幫妳找這樣 結果電話拿到 從來沒有再幫她找車子的問題 妳今天要不要出來吃飯啊 開始約了 對 開始紙約就可以了 好像還是沒有聊到魅力的問題 對 她到底講 我以為她可能說 幫她把車全部買下來 對 我以為是這種魅力 車子是有賣出去的 後來是有賣出去的 你幫忙的嗎 對啊 是我幫她把那個牽過來 然後交錢給她 妳交錢給我 所以重點是要幫對方解決位 是有限度 有解決位 對 我以為只是蹲著 就把她就是追到 那我們就去日本追到蹲在那邊 難怪在日本街頭 你有一些看過 對不對 對不對 在豐田追就對了 是要打架的 報索族 利尾好像有共鳴 有 有喔 對 我的方法就是 窮追不捨 我相信 就是Ico交往之前他是很難約 就是而且都不回訊息那種 就直接去他的那個飯店找他 就是他的那個宿舍 住的地方 對 說 還有我另外一個男生日本朋友 說要不要一起出來玩 然後我 你要什麼東西我送你 這樣之類的 真的啊 你是乾爹是不是 Sugar Daddy Sugar Daddy 我抖淚他 你會直接加賴琴嗎這樣 利尾怎麼追到你 對啊 那 真的有買什麼東西給他嗎 嗯 他就隨口說 那我想要筆電 然後我就送他筆電 哇 我懂了 要追日本女生之前要送財富自由 你看 是不是台灣女生比較好 我們都不會買筆電腦 車子的 買車子的 買筆電腦 接下來可怕囉 私人飛機了 啊 櫻桃走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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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桃 沒有耶 好像 等一下 這樣講好像誤會了 不是 不是 我不是為了筆電 就是那一次就是這樣 我是真的不喜歡回別人 一直沒有回答 但是有一天就是突然衝過來找我 然後兩個男生在外面 然後說 I call I call 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自己有點恐怖 如果我真的會嚇到 你這樣追到日本女生 我會出鏡喔 不會不行 要走嗎 利尾妳是追日本女生 還是追殺日本女生 重點 重點是那個時候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笑笑的說 拜託啦 拜託 一字就好 拜託 對啊 男生講歌也覺得很可愛 台灣男生說一次就好 拜託啦 一次就好 聽起來是怪怪的 怪怪的啦 怪怪的對不對 但是我慢慢的那個時候 就慢慢的覺得 台灣男生怎麼那麼主動 日本男生從來沒這樣 日本男生拒絕他一次就 完全就是放棄了 然後他一直想要跟我去一個爸 比較時髦的那種 然後我就說 不要 我不想跟你去喝酒 又不是男女朋友 但是他就說 拜託 一次就好了 喝不可以 對啊 然後說 妳想要什麼 妳現在想要什麼 妳說說看 妳現在想要什麼 妳說說看 我就說沒有什麼想要的東西 對 我現在 本來想要買一台筆電 對 現在的筆電比較久了 我想要換筆電 沒想到他真的買給我 所以妳只是隨便說的 他真的就買給妳 對啊 我不是真的想要 就是隨便說說的 所以妳現在有點後悔 當時應該說我想要台上 我要房子 對 當時就說買房子 他是不是也便宜 他剛剛就送了 搞不好 這樣講有一點就是恐怖情人 這種感覺 但是我真的慢慢的覺得說 欸 台灣男生很可愛 氣而不捨 一次就好了 拜託啦 拜託啦 一次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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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機會啦 不能給妳一輩子給妳一下子啦 就這樣子 還是要來比較一下 櫻花妹到底哪裡比台灣女生 有哪一些優點我們可以跟她們學習 看一下好不好 來 搬工作 大家是被當搶工作 我是工作平常滿忙的 但是回家就是 其實老婆她也不會有什麼怨言 我覺得這是日本女生的一個好處 那妳回家妳會發現說 可能碗沒有洗啦 或者是說地沒有拖 妳就會主動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後來剛做的時候 老婆居然不太開心 面有難色這樣 我會覺得 好像我做得不完美 會被嫌棄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們 台灣男生沒有那個意思 就是想要分攀家而已 因為我覺得 因為大部分的日本女生只要結了婚 因為日本男生很大男人 他們就會希望 老婆就是在家裡面就相夫轎子 可是因為現在台灣女生 很多都賺得比男生多好不好 我也有工作 你為我們不打掃 對啊 而且打掃可以請打掃阿姨 對啊 妳是娶老婆不是娶個打掃阿姨 對嘛 對不對 我兩片嘎棍熊就多少錢了 對啊 搞什麼 什麼我也很會賺的 對啊 就會遇到這樣的狀況嘛對不對 但他們的文化就是 我會就自己做 這樣子 那Leo咧 Leo有沒有做家事 這一方面 Iko Iko這方面就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好 幼稚 就是他平常生活就幫我打理得很好 我完全都不用煩惱 我從來沒有就是這麼 你看四位都是剛認識 但我好想打他們 不是 我覺得這樣過太好了 很囂張欸 很囂張 講話講那個表情 那個幸福感 他們自己會收 沒有 我覺得 日本女生根本是把台灣男生 當兒子在養 對啊 當小寵物這樣 狗狗 牠皮這樣 來吃飯喔 來爸爸幫你弄這樣 對啊 的確有些人就說 就是說你一段感情生活 有些時候你就不要把他 當成是你的戀人 你把他當成你的寵物的時候 你對他就會有很多的包容性 這倒是真的 他稍微做錯事你不會怪他 你還會想要幫他做事 對 來 接下來看下一題 把老公當丸子少爺 事後 對啊 他就聽到了 真的 就是同一件事情吧 還有別的事情嗎 就是有一天我喝醉回家的時候 我已經睡倒在沙發上 他就跑過來幫我脫鞋子 脫鞋子 脫衣服 洗身體 沒有洗身體 沒有洗身體 就是幫我蓋上面嗎 我還以為是要邀請他 躺在地上 就是幫我蓋棉被啊 就覺得 他真的很溫柔 很棒 來 喬呢 你回家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禮遇嗎 他其實都會準備晚餐 我說我比較準備 有點煩 就是 蛤 你這個人 你還嫌 我心裡想把他打去 真的是欠打 對啊 我只是覺得 我回家我經過沙發 我想吃健康餐 你想要吃點別的 他回家他又幫你做好 我就是那種 吃不下了 如果你煮了 我不吃然後丟掉我會很不舒服 剛才就很不舒服 就刻起來的那種感覺 黑咖啡油會滴啦 對啦 他有時候比較隨性想 外面看到什麼東西臨時想要吃 可是回去老婆又煮好了 不吃對老婆又不好意思 對 那小鐘哥你會怎麼辦 假如你遇到這種狀況 你會硬吃 然後再去吹吐 你會吃 硬吃還會再去泡澡 那一定吐了 對 對啊 因為我覺得老婆的心意 當然啦 如果你幾次不吃之後 她以後就不足了 所以說你還是要 還是要辛苦了 對 好 來 像大家都會幻想 娶到日本老婆 就可以在外面花天酒地 不管玩到幾點回去 是嗎 都會 吃醉 然後拿拖鞋 大家都會說 要吃飯 還是要先泡澡 還是晚餐有沒有那個 大家不要再做夢了 不要再做夢了嗎 要娶日本老婆要先克服掉 先把這個換獎刪刪掉 那大酒保到底是怎樣 沒有 像他有時候 反而是他拍戲很晚的時候 反而是我準備東西給他吃 也對 擺過來了 對 大家互相 對 而且尤其想 就是 畢竟如果是一樣台灣人結婚的話 有時候吵架什麼 台灣女孩子還可以回娘家發洩有沒有 但是他們嫁來台灣 其實在台灣唯一的家人就是我們而已 所以其實 國際婚姻應該要 就是彼此會多更多的包容 還有更多的時間去做陪伴 好棒喔 但我會也刻意訂支票 什麼突然還一直有錢 他一直就說他也有錢 你不要惹他心情喔 你不要惹他心情就回去囉 他現在已經解封了 他已經截肚起來 這真的好厲害喔 你們有真的 你們有真的 就跟先生繞過這種狠話嗎 就說妳在這樣子我要訂機票 有過嗎 沒有 有耶 欸 那 對啦 我想起來了 就是我們有一次大吵架的時候 我說我要回日本 但是找不到我的護照 他把我的護照藏在那個家裡的 妳人蛇集團啊 恐怖警員啦 這可以拍白訊息了啦 保險櫃裡面 這很可怕 限制人家的自由 還藏人家的護照 對 然後 保護部喔 保險櫃裡面 我密碼不知道要怎麼玩 天啊 你們這一齣在Netflix的話 我會點進去看喔 真的會爛喔 會爛喔 會衝到第一名喔 對 哇 這樣子是不是 哇 不行 好 我們接下來看第三條 關己跟他們很不一樣 哇 什麼不一樣 哇塞 厲害囉 他就是 不能接受男生有毛嘛 只要 就是腋下 可以 可以接受啦 但是日本人 最近日本男生很多都喜歡那個 除毛 男生也開始除毛 把自己弄得跟一隻海豚一樣 對 全身除毛 風蝶有除毛 風蝶有除毛 沒有啦 哇 你怎麼不除毛咧 這樣子的話在日本 會不會不流行 好髒喔你 現在這樣可以嗎 只是想說 你要不要也是除掉 就是會 他說怎麼可能 你問他要不要要除掉 結果他 就是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要求我把腋下的毛要除掉 好多錢 好恐怖喔 我覺得怪怪的是 就不會摸到那裡 就 視覺啊 看了不輸 看了不絕 誰關你有沒有摸到啊 對 視覺也很奇怪 結果後來 後來還是有配合 對 還是配合他 除了這個之外 這並不是我們真的想要聽的吧 來 講一些我們真的想要聽的 像大家都會幻想 日本女生啊都會比較開放嘛 是 就有一些氛圍的東西啊 什麼蠟燭啊 甚至有一些 繩子啊 很暴露 喔 我會堆 對啊 但其實現實生活中沒有啊 大家不要再幻想 先把那個幻想抵擋掉 真的喔 其實就是跟大家都是一樣的 我不相信 你把我幻想抵擋掉 等於是把我們的 因為我不相信 台灣男生從低潮回來吧 回到現實吧 我不相信你說的 我不相信 低潮下去啊 搞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就是沒有這些遙想 幻想 對 OK 我覺得Jerry講的其實蠻對的 其實沒有像我們男生看 這個愛情動作片 那麼多的聲光效果啦 就是跟台灣女生可能 也不會差一套太大 所以呢 我大部分只會要求說 我們可不可以 過程中 順便學習日文嘛 比較有感覺嘛 對男生來說比較有感覺 但是我跟我老婆兩個人 其實都蠻急的 因為我們兩個都射手座 其實不太需要那種 什麼香氛啊或道具 兩個人就 就很開心 小鐘那種 不行啦 太急了吧 數千面就 對啊 太急了吧 怎麼都講好像都 那你講好了 風田 對啊 風田你出出看吧 以前的日本女友什麼的 對 有過 都有在一起過 那我講實話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你的結論是台灣女生 台灣女生 應該是說比較開放 也比較主動 比較主動 那日本女生有帶害羞的那種情緒 所以 主要男生主動可能會 他那個日本女生會接受 但不會他主動呈現 他的那個射的樣子 對 不動 台灣女生是直接 我就是喜歡要做這個 喜歡做這個 會講自己的需求 對 好喜歡 好活躍 對啊 是沒有穿衣服的時候這樣 哇塞 這樣子眼睛不知道看哪裡 這個 跳躍的洋反欸 跳躍的洋反 抖手 跳躍的洋反 什麼 櫻花妹真的是有不錯的地方 我們先聽下來對不對 連追求的方式我們今天也學到了 但台灣女生還是很不錯的 因為這是結尾嘛 所以必須要講這個話 沒有啦 就是你用很勉強是不是 對 結尾啊 不管我們怎麼辦 沒有啦 大家互相 互相 互相最重要 希望大家都找到真愛好嗎 也謝謝你們喔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